如果晚上可能想要出席一些什么活动的话 我可能底下会加个裙子之类的 会看起来稍微高雅一点 然后发型也是刻意去做过 都是我自己做的 你今天这算是什么风 我今天这算是稍微有点点带明媛的气质风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都能再漂亮一些 整形也就随之兴起 并被大众越来越容易接受 当然了 现在整形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甚至还曾流传过这样一句话 要想美 先变鬼 这个应该就是懂得都懂了 当然 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 因为确实也有过不少整形失败的情况 杭州的宋女士是一名美学培训的老师 因为对自己的外貌追求比较高 希望自己的颜值能够更完美一些 然后就来到了这家EG童颜整形医院 花了四万多块钱 做了鼻综合和开眼角的手术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让她万分的失望 本来是想更好的为了工作而进行的整容 结果却导致她不得不换一份工作 宋女士说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她们的线下课都改成了线上教学 所以就需要她们录视频给客户看 但是宋女士看着自己上镜的时候不是很好看 眼睛有些小 鼻梁也低 所以决定提升一下自己的外貌形象 然后录视频的时候确实不太好看 那不够自信嘛 因为我一个讲美学的 然后我就想来这边做一个鼻子 然后呢眼睛稍微开大一点 这样我就不用再去画浓壮艳抹你知道吗 宋女士说自己当时选择的材料 选的也都是价值比较高的 能这么下本钱也是为了 自己的整形可以非常的成功 所以开眼角加鼻综合 就花了四万五千多块钱 包扎恢复的过程中 她就发现鼻子有一点不对劲 看着两个鼻孔的大小不太一样 当时她就咨询了EG童颜的工作人员 但是对方的回复是 还是肿胀期需要恢复一段时间 才能看出效果 然后在半个月拆线后 她发现鼻子的问题 还是没有任何改善 甚至比她想象的严重 鼻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歪的 然后鼻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是变形的 然后鼻三根是变形的 宋女士说对方给她的回复 一直都是需要等两三个月的恢复期 但是这段时间 她的情况依旧如此 现在院方给她的方案是免费修复 但是这让宋女士不能接受 她认为对方已经给自己 做得失败了一次了 她肯定不会再在这里修复了 已经失去了信任 而且因为对方的操作失误 已经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所以现在她要求对方 把自己花费的四万元手术费 退还给她 带着宋女士的诉求 院方的张经理进行了此事的回复 对方拿出宋女士数前的照片 从两张照片的对比上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宋女士术后的鼻梁确实是歪的 这个我们从照片上目前是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照片它也是大小 您刚才也看到了 它其实也有点大小不对称的 这位张经理表示 每个人对于美学的定义是不同的 在她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可能只是没有达到宋女士个人的要求而已 至于宋女士的要求 他们需要向院方领导进行申请 再让他们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才能做出最终的决定 宋女士表示 她的鼻子被整歪了 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也就是手术确实是失败的 所以她相信 对方一定能给出一个合理的答复 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对此事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